基泰建設在今天下午拍出了總經理特助到受災戶安置的飯店進行協商事宜 沒想到租客竟然被趕出來 所以住戶覺得說這基泰處理態度很消極 還有就是外界分析了基泰建設後續的賠償金額可能會超過十億 那對此基泰總經理馮先免就說了 其實公司調度目前是有八十到九十億的實力 他認為這回賠償最多就是三億 那麼不會導致公司財務上面有困難 甚至惡意脫產他要大家不要緊張 今天是來看協調壞的嗎 協調方向大概是什麼有決定了嗎 看到鏡頭就先求饒 但萬界想問的真的好多 基泰建設總經理特助蕭嘉陽 快步進到飯店與受災戶協商 現場場面十分火爆 住了十幾年的家一夜之間全毀 這口氣怎麼吞得下甚至還把租客趕出現場 我們剛剛有問一下就是那針對住客他們有沒有什麼要做補償 他們都說叫門的房東那邊態度是蠻消極的 雖然市府已經前往北院申請假扣押基泰財產六千一百九十五萬元 但專家分析後續賠償可能會超過十億元 住戶單優賠的出來嗎 基泰老神在在 外面講說什麼可能會十億 它是不實際的 大約最多三億 那其中二點四億還不會現在發生 存款跟現金餘額就有三十八億 我們可以撥的 還可以撥的額度超過五十億 基泰老總講得雲淡風輕 但以後建案還有多少人敢買財物恐怕將陷入危機 從挑票到惡性倒閉不是不可能 因此律師建議要避免告贏 卻拿不到賠償住戶要謹記不二要 合作一項書千萬別簽 還要夾扣押負責人建築師土木技師等人的財產 除了他門外最好也把被市府列為被告 才有可能拿到更多賠償金 會建議包括承辦案件的建築師設計的這個建築師事務所 又或者呢是承包的這個營造商 本身可能都有一定的經濟能力 也都可以來列作求償的對象 只是除了受災戶購買基泰 其他預售屋的民眾也是潛在受害者 如今要退訂卻是幾乎不可能 恐怕只能有消息會呼籲政府竟速修法 可不能讓基泰輕鬆下裝 切磚毫不倒